我的妈妈呢,是很会做茶果的 她的做茶果呢,时刻吃了几个都不喜欢的 另外一个呢,就会说,你可以做小的一点吧 所以我再请你 但是呢,就做个不同的行业,现在有些经验 就两年前,我和我妈妈创立了这个品牌 金兰加香味 果然好吃味 为了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妈妈做的东西好吃,但是去不到更远 然后,顾客如果想吃这种没有防腐机 手做的新鲜的茶果,到底在哪里买 这样两年之内呢,我们通过Facebook 营销的策略,就成功吸引了7000人认识了我们 3000人呢,成为了我们的顾客 我们的茶果呢,是这样子的 然后,顾客给我们的好评 他们给我的回馈呢,告诉我说 我的这个方向是做对了的 我就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团队 做订购系统,物流 顾客基本上都是线上和我互动,然后下单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安排送货 面交,甚至他们上门拿货的 这样两年来呢,如果做到这个小小的成绩 我妈妈本身是很高兴的 只不过我就是不是那么高兴 原因 在这边 我相信现在就是这种传统 手工食品行业都一定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从100块一天做到1000块一天 已经是在极限了 如果你365天都不休息的话 你一年的销售量才30多万 怎么一不小心就亏本啊 就这样简单 想到这边的话,我就不禁会想 什么时候我会有一百个妈妈呢? 现在我来向你介绍的那样 金兰妈妈联盟 我相信每个华人新村都会有几个妈妈 她们会制作茶果 她们想在家做一些零用钱的 我就去跟这些妈妈合作 跟她们讲 哎,你来帮我做啦 我负责订单 我负责物流 我负责材料 你帮我做 帮我合作 啊,我是在安邦的 是从我的附近开始了 设单啊,公爸啊 她正在地方 这样跟我合作的妈妈 我会帮她完善家里的厨房 用我们的SOP培训她们 然后产品材料跟订单 我都跟她负责 然后我还会在妈妈的 她们的厨房那边做 HAPPY LIFE 啊,就是让顾客看得到 这个产品真的是妈妈手做出来的 所以做好了的茶果呢 就 会送过去 经典啊 我就跟了几个市场上的一些 啊,面包店 蛋糕店合作 其中一位呢 就是刚才上台的 Joyce Kitchen 她已经在送外的 金兰妈妈的产品 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开始了 这个方式除了能够 方便顾客 可以拿到多 然后我可以制造新的顾客 因为只要在定点 放上这张照片 就会有十个人买 啊,十个人 十个人,十个人 九个人会买啦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会讲 有没有小分一点的我在减肥 所以现在我要做的是 众筹一百万 来可以行政到妈妈计划联盟 要做的广告宣传 要做的新的订购系统 新的行政开销组织团队 在团队成了之后 再经营粉丝圈 再诉说给任何 啊,金兰妈妈的故事 传活动班比赛 不求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个金兰妈妈的存在 那么预估 我们啊,在第一年呢 我们带路30个妈妈 每天只做150块好了 每年做250天 没有这样幸福的 第二年呢,就50个妈妈 第三年呢,100个妈妈 照着我们的计划 第一年我们的销售预估 估计是247万 第二年呢 第二年的话是550万 第三年是达到1,100万 现在 啊,身为投资者的你 你就可以得到20%的股份 好,三年的净率250万 好,谢谢 谢谢 为什么觉得你后面越讲越兴趣的感觉 有没有这样觉得 有吗有吗 好,谢谢 好的,谢谢 今天大家说